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骑车到下一间超商 同样没进去多久又出来 店员怎么看怎么怪 因为他长这样 半夜带着面具跑到超商里 原来这名男子需要抢劫 面具遮脸手拿西瓜刀 连抢两间超商都失败 事发在12号凌晨一点多 新北市五谷的这间超商 幸好没有让他得逞 他当天连续犯案 不过没抢到半毛钱 这名嫌犯抢了第一间超商 不成之后 他心有不甘 又跑到了第二间超商来犯案 同样戴着这副面具 并且是拿着一把刀 要威吓店员 没想到店员一样淡定 不肯理他 他只好直接落跑 37岁黄信嫌犯 第一次犯案是在新北市领口 需要抢劫 但店员发现他怪怪的 根本不理会 他干脆逃跑 一路骑到五谷继续犯案 但店员一样不理他 让他从凶狠变尴尬 只好再次骑车逃走 抢不到钱 躲回台中住处被逮捕 他本身是打零工的状态 研判是缺钱花用 所以挺着走险来 持刀恐吓取材 自他骑车逃逸之后 我们在48小时之内 查获档案 缺钱戴鬼面具 以为店员会在惊恐之下 把钱通通交给他 连续两次都失败 面具前白花 测下海药准备罚金 TVBS续续续 国营新比赛报道